大家好,我是Ritch,今天这个视频我想来谈一下如何在2022年能做一个亚马逊FBA 然后同时能达到一个销售额10万美金一年 这里说的是销售额不是利润 你可能听起来销售额10万美金一年非常多 但是你除以下你每年有365天 你除以下365你就知道每天只有274美金就可以了 274美金不是非常多的一个数字 那比如说你卖一个产品你卖25美金 25美金 那你只要每天出11单 每天卖11个你就可以达到这个数字 那我们再来谈一下 比如说10万美金一年对吧 那利润10万美金的利润在百分之 我们算到百分之三十 那很多情况下都在百分之三十左右 那算到百分之三十 那你每年的一个利润就能达到三万美金 三万美金现在换算成人民币的话 是20万人民币左右 20万人民币少一点 然后20万人民币左右 你每个月就起码能有一个利润 1万5 1万5左右人民币的一个利润 那这一个收入已经是比 比在国内 已经比大多数人都高 不要说国内 就是在国外 你也是一个非常 一个是一个全职工作的一个薪水 而且这个10万美金一年是完全 就算你没有任何的一个电商经验 没有任何的一个做生意经验 是一个完全的小白 也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那有了这个目标之后 接下来我会把整个流程解释给大家听一下 你要做这个亚马逊的生意 你要有什么样的流程去做 我尽量你最简单的语言 最易懂的语言 讲给大家听 那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 就是要创建你的公司资料 你在美国的话 如果你是在美国 你可以用个人的一个形式 去创建亚马逊账号 所以说你不需要注册一个公司 你也可以选择注册公司 你可以有选择 然后如果你在国内的话 你是必须要去注册一个有限责任公司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营业执照 才可以去注册 除了营业执照之外 你不管在美国还在国内 你都需要一个信用卡 这信用卡 不管是你个人的信用卡 还是你公司的信用卡 都没关系 然后只要是Visa的 能付美金的 然后同时你要有一个收款账号 收款账号 你个人的一个收款账号就可以 是一个 可以是你的一个银行卡 对吧 在美国收美元 直接收美元 在国内当然你直接收人民币也可以 第二步就是创建你的亚马逊卖家账号 你这个卖家账号你要在上面创你的产品链接 你要创你的发货计划 你要打你的广告 都是在这上面进行 还有进行的收款 都在上面进行 如果你没有卖家账号的话 你当然就做不了这个生意 你已经准备好这个公司的一些内容之后 接下来你就要去创建这个亚马逊卖家账号 在这边不要把它复杂化 就是很多人把它想的很复杂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你有公司信息 有公司信息之后 就去注册一个亚马逊卖家账号 第三个步骤 就是有一个选品软件 因为我们肯定知道 我们要去在亚马逊上 卖什么样的一个产品 那你怎么样找到这个金矿产品 就要需要一个选品软件 选品软件能帮助你准确的看到 比较精确的看到 这个哪类产品 这类产品的一个竞争情况 这类产品的一个每个月的一个销售量 这些都能帮你看到 如果你没有选品软件的话 你看不到这些数据 你就是选品选的会不准 或者说是导致你之后的失败 所以说选品软件是必须必须你必要的 而且在这边我推荐的一个选品软件 就是行业里面最有名的 也是知名度最高的 准确率最高的 就是一个Helium 10和一个Jungle Scale 这两个选品软件 你不用去犹豫选择选择其他的 因为这两个软件其中的一个就可以 你也可以利用这个选品软件去找 这个选品软件 它里面这些软件 Jungle Scale Helium 10 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还有帮你找关键词 对吧 关键词找了之后 用于之后你写你的链接 产品链接的文案 或者说用于之后的打亚马逊广告 都是非常有用的 非常必须的 所以说不能跳过这个选品软件 用我这个Helium 10这个链接优惠码 你用这个优惠码的话可以第一个月可以是半价 或者说你每个月能打一个九折 所以说用我这个优惠码就可以 然后在这边我推荐的一个 它的一个计划 就是它的一个白金 这个白金选项就可以了 如果你用我的这个每个月 第一个月五十美金 对吧 而且是三十天退款保证 所以说你根本不用怕 你可以用了看一下看一下那个效果 如果效果好的话 当然不要不要退款 然后如果效果不好的话 你就三十天内它保证退款 保证零风险 所以说没有任何风险 必须 而且这个选品软件是你做亚马逊 FBA这个生意是你必须需要的 然后除了这个Helium 10 还有一个Jungle Scout Jungle Scout的一个折扣码 他们这个软件 他们的功能 基本上Helium 10有的功能 Jungle Scout也有 Jungle Scout有的功能 Helium 10也有 所以说可以相互替换的一个软件 如果要需要Jungle Scout的一个折扣链接的话 我在下面的一个介绍栏里面也有 第四步 在你有了Helium 10 或者Jungle Scout这个选品软件之后 你就要去选你的金矿产品 选你要在亚马逊上卖的一个产品 那但是这个产品 第四步就是确定这个产品标准 你的这个金矿产品的一个标准是什么 你要必须要去检测很多东西 比如说这个产品 它的需求 需求怎么样 它的竞争怎么样 当然我们需要一个需求大竞争小的 同时它是不是有要去查 它是不是一个限制类产品 是不是在亚马逊上不能卖的产品 它是不是一个有专利的一个产品 它是不是季节性的一个产品 那这些都要去检查 不能说随便挑一个产品 你要去确定你的一个产品标准是可以卖的 是一个金矿产品 那这个产品是一个punching bag for kids 它是一个就是充气的拳击柱 儿童充气的一个拳击柱 所以说比较细分类的一个产品 你就要找这种细分类的产品 然后我可以用这个HIM10的一个 X-Ray的一个功能 那X-Ray的一个功能就能直接 我能看到这个它的一个首页 它的一个产品竞争情况怎么样 就能看到各种数据 它的一个销售额 它的一个评论数 然后它这边它总共有多少的一个 它总共有80万的 当然它全部加起来有80万的一个销售额 它每一个平均它都有2万 2万美金一个月 它平均的一个价格是40美金 对吧 这些数据你都可以看到 都可以利用HIM10这个软件 就可以直接非常清楚的一个了解到 相对于它的一个评论数 一个竞争来说 它的销售额 它是一个竞争比较低 但是需求比较高的一个产品 如果你需要一个私人辅导 然后找到这些金矿产品 一步一步我亲自辅导的 可以看一下我下面的亚马逊FBA决心者课程的一个介绍 然后我可以就是一步一步的辅导你 试试一个课程 再加私人辅导 一步的辅导你达到今天说的六位数 六位数十万美金一年 甚至说一百万美金一年 第五步就是说你要去一些 你要去一些像 你确定了你要卖这个产品 你就要去一些公益商的一些网站 比如说在国内就是1688 你也可以去阿里巴巴 这两个网站都是可以通用的 比如说我们 我们做当然是有优势的 因为我们懂中文 我们能非常清楚的看到1688上卖多少 我们就不用去阿里巴巴上看一个价格 然后你看这个 它基本上它只有卖25 35对吧 这种价格 但是它在亚马逊上 它就能卖40美金 50美金30美金 那基本上就是说 你起码你在这些网站看到 它的一个成本价 它的一个售价 在亚马逊上的一个售价5美金 你能去卖30美金 以上40美金 还有起码是5倍 起码是4倍 4倍和5倍 你能看到这样子的 它的一个利润率就非常好 第六步就是一个定样品 就是说你确定你要卖这个产品了 然后你去 不管去1688买货 还是去阿里巴巴 如果你没有国内的一个付款方式的话 你肯定要去阿里巴巴买货 那不管你是哪种方式 你要在订货之前 你要先查看这个产品的一个样品 这是必须要查看的 因为亚马逊你现在越来越讲究质量 如果你质量不好的话 就算是一个金矿产品 你上去之后拿一堆差评 那你接下来这个生意也不用做了 你要去做下一个产品了 对吧 所以说样品非常重要 你要去在你订大批的一个产品 订几百个去测评之前 你要先看一下单个它的样品 那第七步就是说你测完样品 这个样品是不错的 你也准备订货了 你就可以去下一个订金 那一般情况下 这是你跟供应商沟通 你可以出先付30% 等你货做好了 然后再货做好了 你去检查完货之后 再付一个70% 或者说50% 你其实通过走平台这种方式的话 你就算刚开始付了100% 也没关系 也没有任何风险 因为平台就好像我们淘宝购物一样 它是先不把货款 先不给供应商的 所以说是安全的 就算你刚开始付100%也是安全的 但是你要跟你的供应商去交流 看他愿意同意 是你先付30%还是50% 还说你提前就要付100% 第八步就是找一个货贷 货贷就是它的全名 就是货物代理 如果你自己去一个 自己去发货的话 自己去找那些大的公司去发货的话 你的价格就会比较高 那通过货贷 你的价格就会比较低 货贷因为组织起来非常多的货 可以去相当一个中介 可以把价格压得比较低 你要找一个货贷 而不是自己去发货 然后找一个货贷的话 唯一你要做的 这个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流程 你可以去一些亚马逊论坛 或者说亚马逊的群里 推荐的各种货贷 甚至货贷都会自己找上门 非常多的货贷 深圳这边啊 这边非常多货贷 他自己会找上门 然后唯一你要做的 就是对比他们的服务 和他们的一个价格 然后选择其中的一个货贷 选择你觉得最靠谱的货贷 你要去从三五个货贷 甚至说更多的货贷中 选择一个合适的一个货贷 去帮你发货 从中国发去美国 或者说你做欧洲站的话 就去发去欧洲 第九步就是要进行 一个产品关键词的一个搜索 到底你这个产品的一个关键词 主要形容你这个产品的关键词 同时顾客常常去搜索 这些关键词 来买你这种类别的产品的 关键词有哪些 你知道利用 刚才我说的 Helium 10和Jungle Scout 去搜索这些关键词 那这些关键词全部搜索来之后 可以用作你去创建你的产品链接 产品文案里面 你需要放进这里面关键词 同时之后 你在亚马逊里面打站内广告 也需要这些关键词 在第九步 你就要把这些关键词 全部搜索起来 全部整理起来 第十步就需要 你在亚马逊上创建你的产品链接 就跟在淘宝上的链接一样 就在你在亚马逊上 你要创建自己的产品链接 那产品链接是关于文案和照片 当然这一步你可以选择外包 如果你觉得个人觉得麻烦 不想去学 或者说你不想写 你可以选择外包 去那些外包服务的网站上 都是有的 像Fivego上也有外包服务 如何那些帮你写文案 帮你拍照片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自己做 在我的课程里面 有详细的教你如何自己写文案 自己拍你的产品照片 更到位的去拍 有哪些规则你需要遵守的 所以说你可以选择 选择外包 还是选择自己做都可以 第十一步就是你的亚马逊的 站内广告PPC 这时候你的产品文案也非常美丽 你的照片也非常美丽 然后你的亚马逊 后台的库存 你也已经通过货带 把库存发过去了 把货发过去 你的库存也非常充足 这时候你就要开始卖货 开始推广了 你就要开启你的亚马逊 站内广告 如果你的产品刚上的情况下 你的产品会排在 比如说顾客搜索一个关键词 你这个产品会排在这个关键词 第十页 第十五页 第二十页 顾客是看不到这个产品的 但是通过你的广告 亚马逊会把你的产品 推到第一页 推到第二页 推到能让顾客看到的地方 这就是大家能在很多 亚马逊的一个页面 看到一个sponsor 赞助的一个意思 那赞助的这些就是广告 而且顾客看到你这个产品 他是不收费的 不收你的钱的 顾客点击上这个产品 他才开始收费 所以说亚马逊广告是非常 非常推荐 也是非常一定要去做的 在你刚开始上新品的时候 你通过亚马逊广告 你慢慢有销量之后 你的销量起来之后 这时候你的一个自栏排名 就是说不是广告的排名 是自栏的排名 就会慢慢的往上升 你的自栏排名 你会从第五页第十页 慢慢往前移 移到第二页第一页 让顾客看到 这时候 你就能从更多的 从广告收入 从通过广告顾客下单 然后慢慢变成一个自栏排名 然后顾客下单 这样子就会 一个正向循环 越来越好 同时你要做的 就是让你更多的关键词 比如说你十个关键词 二十个关键词 更多的关键词 关于形容你这个产品的 然后更多的关键词 把你的产品 全部排到首页上去 然后第十二步 也是最后一步 就是你要 你这个产品卖得不错 每天在出单 你就要 你就要计算 你的一个时间 和卖货的一个速度 你要计划 你要订下一批的货 尽量保证它不断货 尽量保证它中间 没有一个空的一个过程 没有断货的一个过程 你要计算你的物流时间 计算你的产品制作时间 计算各种时间 计算你的卖货时间 把这个 不要让它断货 如果想要更加系统 详细的一个课程 加上我个人的一个私人辅导 每天都会回答你的问题 然后指导你 可以看一下我下面的 亚马逊FBA决心者的一个 课程的一个介绍 呃 那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 去 在今年 去赚那个钱 赚那个 开始你的亚马逊FBA生意 赚更多的钱 OK 那这个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